我是都沒有想過會在廁所擺水塗箱 那這是擺了水塗箱裡面還有養魚 沒有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廁所 對啊 上完廁所可以看魚 很特別 而且我去過別的國小的地方 然後我去過上他們的廁所 然後我發現 這座我們寶寶國小有這個水塗箱 現在還非常特別 小朋友開心的盯著色彩斑斓的孔雀魚看 很難想像這裡是學校廁所 這是基隆市巴的國小私生的創意 在基隆市政府爭取教育部補助的 老舊廁所改善工程中加入地方特色 除了一樓廁所的地面 牆面有鯊魚等海洋生物的3D立體彩繪 二三四樓廁所入口牆面 更安置了水族箱 釋養孔雀魚 改版豆魚等水中生物 上廁所就好像進入水族館一樣 讓學生更容易觀察了解相關海洋知識 因為巴斗國小是全基隆市的海洋教育中心 那我們希望小朋友多接觸魚類 可是我們又擔心小朋友有一個危險的疑慮 那所以我們就把水族箱搬來廁所的一個 的一個複製裡面 讓小朋友可以多接觸魚類 那接著以後如果我們辦理一些像浮潛的課程的話 他就可以更上手更貼近魚類這樣 聽說魚種的部分是小朋友來選 是我們大概是開放讓小朋友來選舉 所以我們大概在二樓的部分我們選擇的是一個孔雀魚 那孔雀魚在校園裡面到處都可以見到 那我們主要是讓牠吃解決可以防止 學校裡面的文藝的資深 可以讓整個學校更好這樣子 除了巴斗國小 巴斗國小也以小兔為主題進行創作 讓上廁所好像自身美術館一樣 金融市教育處發明表示 110學年度再度獲得教育部945萬多的經費 將持續整間一所國中及四所國小共17間廁所 讓金融市國中小學生可以擁有更為明亮舒適 又有特色的盧側環境 記者張啟騰金融報導